给大家报一个小料 就是我记得是2022年的时候 有一次跟郭先生单独说的时候 他有说过 说大师给他算过一命 2023年他有一节 就是人生第二节 第一节是8964那一次 就是清风看搜索的22个月 对 然后第二节就是2023年 所以今年这么一节 为什么他这么淡定 是因为他也知道有这么一节 也是意料之中 哦就是道长给算的吗 哪个道长我就不知道 反正是大师吧 大师给他算的 哇 对 说然后就说2023年 会有这款期间 他有一节人生一节 如果这一节顺利的度过了 他就可以活百岁以上 哦太好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 目前来说我可以说 已经最糟糕的时候了吧 已经都过了我觉得 最糟糕的时候 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 大家信心依然在 所有的人都在 郭先生也非常有信心 然后我们还有这么强大的 律师团队 家人朋友战友都在 所以没有理由不度过 是吧 所以大家就耐心的等待 耐心的就是做好自己 每天咱们该做的事情 是吧 不给 不给 郭先生去增加麻烦 或者风险 然后我们自己不犯错 连 大家不犯错 就是赢 是吧 就度过这个时间 我觉得就非常好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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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